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房车的第4天 第4天 然后这个房车我们也比较熟悉了 我今天就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这个房车 Let's go 我先带大家看一下车外面 这一个大阳台 我们超喜欢这个大阳台 租这个车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大阳台 而且这个阳台就是如果太阳大了 可以把遮阳的打开 晚上也可以在这吃饭 然后就是湖景一览无影 好我们现在上车吧 这有个电视 喜爸放了非常动人的音乐 然后切着肉 这是可以伸缩的 风景特别棒 如果后面有风景的话 就是把这个大路台打开 就很漂亮 这个大路台如果摆两个椅子 然后晚上在那喝着红酒 然后聊着天看星星 我觉得应该挺棒的 好我们再往里走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卧室 把窗打开 然后呢 其实这就是我们的床 上面我们的床在上面 但它有一个按键 它有一个按键在这里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床给升起来 或者降落下去 所以我们下面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储床空间 我们就把箱子什么的就放在下面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把这个床给拉下来 现在因为我们现在还在 还没有睡觉 所以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床往上收 正常的话晚上晚一点 我们就会把这个床往下收 这就是我们的储物空间 和我们的叫master bedroom 主卧一个空调 然后外面一个空调 这样子我们可以关着门睡觉 像有的车就一个空调的话 就是没有那么方便 然后它其实下面都还有一些储物空间 我觉得我觉得它的储物空间还是蛮大的 对但是我们基本我们是没有用的 这个储物空间我们是没有用的 而且这下面也不适合放太重的东西 这儿风景也不错 再看看再看看这外面 这儿还有个电视 它一共是四个电视 高高的这个床也有一个电视 一个电视 两个电视 然后我们卧室 这是第三个电视 三个电视 然后呢 他们现在在外面看的一个电视 就是四个电视 这是四个电视 OK 然后呢 我们现在东西在切切肉 哦 在切蘑菇呢 哦 good job baby 然后呢 我们现在再接着来看一下它的洗手间 它的洗手间 其实还蛮大的 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卫生间 然后把灯开了吧 这样 还有这个灯露天的天然的这个光 我觉得这个尖算是非常非常大的洗澡的地方 好 然后呢 这里就是厕所 厕所 就在这下面冲厕所的地方 然后呢 下面有一些储物空间 盆子就是 热水 还有冷水 热水和冷水都有 然后上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储物空间 然后我们就拿来放了一些啊 就是洗漱用品啊什么的 我觉得还蛮大的 日常的这些东西都没问题 都可以放上去 对 好 把这个关上 好 这就是洗手间 门上都有两个挂钩 它这样的挂钩 然后就把它 浴巾挂上去 那里面还有一个挂钩 就是给东西挂洗脸毛巾的 好 然后呢 现在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要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厨房 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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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厨房的柜子都有两个 看它的柜子 其实我们都没有放什么东西 都空着 可以挂衣服 但是我们没有带挂钩 然后下面这个 owner还特别贴心给我们组的 这个是 我不知道是LED的这种灯吗 我们也没有用 然后这是我们带的零食 然后这还有一个柜子 然后也是可以跟来挂一些衣服 但是我们都 帮我们的米啊 各种吃的呀 厨空间还是挺多的 然后这个抽屉 这个抽屉都特别紧 洗吧 正好拿一样东西 这些东西都是那个 这个车主 给我们准备的 一些厨房用品 好 然后这也是车主给我们准备的餐具 我们自己带了一斤筷子 然后也是放在里面 好 然后这下面是锅 洗吧 要用锅了 好 然后呢 这个 对了 这个锅和菜板呢 其实也是owner给我们准备的 菜板和锅外面 外面他们在用 然后呢 这里也还是很大的储物空间 厨房的储物空间 特别特别的多 这可以打开 好 这放刀的 这个刀把刀 这个刀 这都是owner给我们准备的 这是他给我们的毛巾 然后呢 这个是 嗯 一些洗碗的呀 垃圾袋啊 然后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 我们自己带的这个消毒的酒精啊 什么的 都往里面放 这个sink我们用的非常非常多 因为有时候给小朋友洗头啊什么的 就在这个sink里面 它非常非常大 而且非常非常的深 很大的 这个非常非常轻 它这个板子 这个cover非常非常的轻 还挺好操作的 然后我们平时开秤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花 给我们里面一塞 然后就好了 然后我们 平时开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花拿出来 摆在外面呢 吃饭的时候用啊 或者是现在录的时候 我就把它放在这儿 ok 好 然后呢 它这个水管子也非常非常好 它可以拉的 这个水管子 可以拉的 对 然后呢 它也有冷热水 然后 我给大家看一下 它还可以就是调节 它可以调节 像这样可以调节 对 ok 好 这就是厨房 厨房上面还有 这也是owner给我们准备的 这些 哦 这个是我自己的 职业是我自己带的 但是这些盘子啊 杯子什么的 就是owner他给我们准备的 我把这个拿走 它这个厨房 这儿还有一个板子 是可以收的 这个板子它是可以收的 然后 爸爸在准备给东西烤marshman 的东西 嗯 好 我们接着讲吧 这就是冰箱 冰箱还蛮大的 我们买的雪糕啊 冰箱 对 冰箱很大 然后下面就是一个抽屉 东西还蛮多的 我们家 然后就我们就放了 我们的鞋 好 然后这个沙发 可以折叠的 然后晚上呢 多喜就睡这儿 本来是之前让他睡上面 但是上面我觉得蛮危险 怕它掉下来 所以他就睡这边 这边 就洗吧开车的时候 我在这边睡觉 我也觉得很舒服 然后这呢 就是 多喜平时做的 这是他的car seat 然后 因为他 他才三岁多嘛 他走哪儿我们的还是 都还是安全第一 把car seat给他装的 好 然后接着就是一些储物空间 他这儿真的 储物空间特别特别多 我觉得这个抽 非常好一点就是 储物空间特别特别多 因为我们东西也蛮多的 你看 他这储物空间 然后再看这边 这边也是储物空间 这边也是储物空间 全是储物空间 就是 给大家看个全景 看到没有 这边全是 这边全是储物空间 然后 这边也全是储物空间 这边都是储物空间 他储物空间特别特别多 其实我们 都 我们这么爱用东西的 爱带东西的 都 空了这么多地方 所以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好然后呢 他这个窗我特别特别喜欢 他的窗特别特别大 他这个窗 哇 什么响了 火警响了 我要在烤火 所以刚刚警报响了 然后呢 这就是 另外有一个 在上面有一个床 但是我们没有用 他有一个梯子 他有一个 这个梯子 然后可以架上去 然后呢 就可以爬上爬下的 有时候东西他会爬上去玩 但是晚上呢我们觉得不太安全 睡上面 他掉下来 所以基本上没让他睡 他是可以这样可以收的 这个 看这个可以收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收下来 你看这个就可以收下来 对 然后 这是我们晚上多时睡觉的床单 然后他一些书啊玩具 我们就往上面给他丢 然后其次呢 就是这个 这个座位 驾驶座 副座 副驾 然后 他还有一个帘子 哎 帘子呢 帘子被我女儿收了 他有个帘子 晚上就可以把这些全都挡住 然后 把这些窗子 纱窗 这个纱窗很好操作的 就拉一下就好了 然后把这个纱窗一盖上 晚上就特别有隐私嘛 然后呢 还有就是 他这儿 我觉得很好的就是 他除了有四个电视之外呢 他有很多那个USB接口 就可以充电的 你看他 而且插线头也特别特别的多 你看这边还有一个 也是USB接口 然后 插线头 然后USB接口 那边有个USB接口 我觉得还蛮 蛮设计的蛮人性化的 对了他这个 他的这部分呢 都是伸出去的 一动车呢 左边这个沙发呢 就必须往中间走 包括这个冰箱 它有一个开关 这里呢 就是所有的控制 这里包括所有的水 然后空调啊 各种 都是在这里操作 好了 基本上内部的结构就是这样的 外部的结构 上期8条防车供略也提到过 因为我和喜爸呢 都有分工 外部我其实不太懂 如果大家感兴趣呢 可以去上一条视频 查看数据 Houston的小伙伴呢 欢迎找我们这次的车主租车 好了我要赶快去帮忙 准备晚餐呢 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 菠萝也好吃 嗯 给其包点赞 给其包点赞 给我点赞 好吃 给你也点赞 你也帮爸爸切的是不是 这是你切的啊 你要不要吃一口 爸爸真棒 咱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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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再见